加强也有助于新政府的这种执政能力 主持人 好 谢谢马先生给我们做出的分析 那这一次的大的变化呢 首先是来自于阿卜杜拉 突然宣布说他退出他不选了 为什么他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他这样的选择 对下一步阿富汗的局势 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阿卜杜拉宣布自己 之所以退出选举的主要原因在于 他认为选举的公正性毫无保障 他对其支持者说 首轮投票显示 选举过程中舞弊十分严重 为此他曾提出撤换对此可能负有责任的 阿富汗独立选举委员会主席 和三名现任内阁部长 但遭到阿富汗现任总统卡尔扎伊的拒绝 在此情况下他认为 并于11月7日举行的第二轮投票 将没有公平可言 无法尊重阿富汗人民的议员 而他在广泛征求民众意见后 做出退选这一艰难的决定 作为阿富汗最大反对的 民族阵线推选的候选人 阿卜杜拉是对现任总统卡尔扎伊连任威胁最大的 也是唯一的竞争者 他的退出使得阿富汗第二轮总统选举 从二人竞争变成了卡尔扎伊的一人舞台 分析人士认为 阿卜杜拉之所以退出 一是因为此前 阿卜杜拉和卡尔扎伊双方曾举行过谈判 商议组建联合政府 双方在关于未来联合政府中 为阿卜杜拉支持者安排内阁职位等问题上产生分歧 谈判最终于10月30号破裂 阿卜杜拉随后于31号取消了去印度的访问计划 并表示将抵制第二轮大选 另一个主要原因是 由于担心第二轮投票舞弊现象 会与首轮一样严重 卡尔扎伊将会轻松胜出 在这种情况下 阿卜杜拉参选只能增加卡尔扎伊连任的合法性 而阿卜杜拉的退出势必将进步加剧阿富汗的选举危机 同时由于只有一名候选人情况下 选民将不会去投票站投票 即便选举顺利举行 卡尔扎伊连任 下届政府的可信度也会受到广泛质疑 阿卜杜拉此举给本意动荡的阿富汗证据 又蒙上了一层阴影 您正在收好时 东方时空 我们接下来关注假流疫情发展的最新情况 记者在今天下午全国卫生系统召开的 假型H&E流感防控工作视频会议上了解到 我国的疫情已经进入了流行高发期 和持续快速上升期 而且比预计要来得早 我国自9月份以来 假型H&E流感聚集性疫情频发 尤其是国庆长假结束以后 疫情发展迅速 11月12号以来 报告病例数达1.6万 占累计报告病例数三分之一以上 截至11月1号 我国内地31个省份 累计报告假型H&E流感确诊病例 47,000 4,000